第139章,就是。周先生说他就是靠这样避过了一劫,在这个行当里俗称假死换命,他说之所以选择这么晚了来,是因为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,他不能在白天露面,至于平时,他就住在家里的阁楼里,从不出来,家人也从不让其他人去阁楼,为他保守着这个秘密。 说起周先生的来意,他说他是为了赵老官家院子里埋着的那罐银原来的,而周先生的这次前来,又牵扯出一桩赵老官家的陈年旧事来。周先生没说别的,直接就说到了那个秋布。 他说秋布这个人,要真说起来,和他差不多是一个背上的,这也是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件事的原因,他说那时候他才刚入门道,跟着师傅到了我们村,帮人家驱邪。 那时候,正是清末民初的时候,但是像我们这样偏远的地方,其实那阵风还远远没有刮来。 说来也巧的是,周先生和他师父在村里帮忙驱邪的那天,秋布就来了。 那时候,东井老屋还是一座一庄,这个秋布并不是本地人,据说是远处来的,是福灵经过了这里,当时也没人知道他是福灵的人。 什么是福灵呢?就是有些人客死他乡之后,亡魂找不到回来的路,无法认阻归宗,就会漂泊无一,最后逐渐消散掉。 福灵就是专门有这样的人,用能给亡魂附身的东西附在上面,然后封好了带回来,一般需要做这样的事的事,尸体已经被运回来了,但是亡魂没有回来,有的是尸体已经彻底找不到了,只能找到亡魂,家里人就扎一个纸人,写上生主的生辰八字,让亡魂附在上面下葬了。 周先生说,丘布当时就是福灵经过了我们村,可能那天天色已经很晚了,于是就找人家借宿,当时就找到了赵老关家。 丘布找到,他家借宿,自然也不是白吃白喝,当即就给了他家一个银员,那时候赵老关还没出生,他父亲也才是一个矛头小伙,家里也是那种困难的不行的人家。 丘布一下子就给了一个银员,当时就吓得不轻。要知道,一个银员可是四十六吊钱,那年代一家人累死累活一天,也就挣两吊钱。 他家见丘布出手如此阔绰,于是自然是好吃好喝地招待着,但是赵老关的爷爷,也就是当时当家的,哪知道就对丘布起了歹心。 当时丘布背着一个布包,看着挺沉,于是赵老关他爷爷两口子一合计,觉得这人是晚上来的,也没人见到他,他随随便便就给了一个银员,身上肯定还带着更多。 于是,一家子一合计,等到半夜他睡着了的时候,就把他给勒死了。 丘布睡梦中没有防备,死得倒也很干脆。 他死掉之后,赵老关爷爷拿走了他的包袱,只是他的包袱里头却一个银员也没有,别说银员,就连一个童子也没有。 他家当时就傻眼了,说这不可能啊,他明明见包袱沉甸甸的,可是里面除了一些换洗的衣服之外,就是一些日常用的杂物。 只是包袱里面还有一面镜子,看着有些讲究,于是他家就把能用的都留下了,用不到的就都烧了。 至于丘布的尸体,他们怎么处理的呢?他家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把尸体给扔合理了。 哪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,赵老关他奶奶到丘布睡的房间里一看,只见丘布的尸体就躺在床上,当即把这一家子愣是吓了个半死,他们明明是把他头合理了的。 可是他身上却一点都没湿,好像根本就是一直躺在这里一样。 而且,当时已经天亮了,他家只好把尸体给藏起来,更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事则是。 他给他家的那枚银元,第二天拿出来竟然变成了一块纸钉子,这时候他家才怕了,但是又不敢声张,于是合计了之后,决定到晚上把尸体埋到闲少有人去的河床上去。 于是他家晚上把尸体就这样埋了,而且回来之后关紧了门窗,防止他再自个儿跑回来。 哪知道半夜的时候,赵老关他爷爷一直听见家里门开门关的声音,于是就觉得不对劲,想着是不是这尸体自个儿又回来了。 虽然害怕,但还是壮着胆子起来看,哪知道起来之后发现家里的门都是开着的,那时候他家也没有围墙,从院子就能看到外面老远,那夜里寂静得实在吓人,他看了一阵就觉得浑身打哆嗦。 于是每个房里挨个看了一遍,发现几个子女都在,可唯独不见了赵老关他父亲。 他爷爷这才想,这小子是不是半夜起夜上茅房去了,于是就回去睡了。 但是这回,他怎么也睡不着,因为过了好久,也没见到这小子回来。 就这样,一过去就是半个来时辰,后来终于他听见了有人回来的响动,这才起来看,哪知道一起来,只见赵老关他父亲背着晚上才埋掉的尸体,正站在堂屋里头。 当时老爷子被吓了一跳,当即就贺问赵老关他父亲这是干什么来的,明明已经把尸体埋了,怎么还要背回来? 可谁知道,这小子并没有回答他老子,而是斜着眼睛看着他老子一个劲的嘿嘿笑,看见这表情他老子当时就想给他几巴掌,可是马上就觉得不对劲了,他的眼睛翻着白眼,根本就不像是正常的样子。 看到这光景,他自个儿反倒是愣住了,然后就看着这小子把尸体放到他那晚睡着的床上,做好这些之后,他才自个儿跑到自己床上去睡了。 赵老关他爷爷看得毛骨悚然,也没敢去动这尸体,只是自个儿做了一夜,等第二天问这小子知不知道晚上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,他一脸茫然,看到尸体又出现在了自个家里的时候,竟然脸都下白了,浑然不知尸体就是他背回来的。 到了这时候,老爷子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起来,而且大夏天的,尸体放久了,很快就要出位了,到时候招了人来,那还得了。 于是,老爷子心意狠,说他既然喜欢待在他家,那么就在房里挖个坑,把他给埋里头。 家里人都被吓得不轻,也没了主意,就随了老爷子的意见,用席子裹了他的尸体,埋那里了。 哪知道他家往下头挖了一尺来身,呼的就挖到一个坛子,把坛子抱起来一看,里头竟是满满的一罐银原。 说到这里的时候,周先生叹了一口气说,他家又哪里知道,正是这一罐银原,买了他家将近五代的命。 见挖到了银原,老爷子自然就乐了,然后把尸体照样埋了,银原被收了起来,连日来被死尸困扰的烦恼似乎忽然就都不见了。 而且说来也怪,把尸体埋在房里之后,这尸体就再也没有闹腾过了,除了那间房里不再住人之外,就没再出别的事了。 他家得了一罐银原,很快照老官他爷爷就用这钱重新建了房子,鉴于老房子下头有尸体,所以他家就把房子调了一个个来,也就是说原先做院子的地方建了房子。 这样的格局在当时是很让人觉得不解的,家家的房子都是做西朝东,可偏偏他家的就是做东朝西。 新房子建了起来,老房子自然就不住人了,加上里头有个死人,于是老房子就彻底空了下来。 后来因为有钱了,赵老官他爷爷觉得做了亏心事,就请了一众道士来连做了三天的法事,之后也一直相安无事,尸体也没有再出来作祟,后来他家的子女陆陆续续嫁的嫁,娶得娶。 赵老官他父亲有两个兄弟,但是这两个兄弟都被赵老官他爷爷追出了家门,整座房子都给了赵老官他父亲。 赵老官他爷爷的死算不算是果报不知道,总之他死的时候还没到七十,人也好好的。 忽然有一天,就感觉自己不行了,于是把他的三个儿子都叫到了床边,说除了赵老官他父亲留在家里,另外两个儿子都离开村子,到外面自己谋生去。 那时候,他的这两个儿子还不服,就一直争,赵老官家有一贯姻缘的事,这才被捅了出来,只是老爷子死了,老妈子还在,所以最后两兄弟争不过,就夫妻离开了。 据说,后来他们去了远处,接着遇见战乱,被抢争去做了壮丁,后来就生死未卜,谁也不知道,还活不活着了。 至于赵老官他父亲,老爷子在临终的时候,特地叮嘱他说,他们用了多少银元,要一个个地还回去,等凑够了挖出来的那一罐数量,就把这一罐银元埋到尸体边上去,不要再去动它。 说完这个,老爷子就一命呜呼了,赵老官他爷爷那时候建房,嫁女儿,帮儿子成家,用了不下半罐之术,那时候挣一个银元都是天文数字,别说半罐。 所以最后,赵老官他父亲没能完成,就把这个遗愿传给了赵老官,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,却没提到尸体的事,只是说,把罐子埋在院子的某个地方,应该就是埋着尸体的那个位置。 赵老官不解内理,不但没把一罐银元给填上,反而把剩下的半罐也全部用了,他和赵钱把钱对数分了,结果满满一罐银元,就这样用没了。